一个演员的演技可以大到什么程度,台词听不下去,表情更是没法看,吴依法至青春之舞还在这里,在电影中吴依法的人设是这样的,高大帅气的大男孩,真诚善良且有些孩子气,但对待爱情却有厌定及不放的执着,在高中时期就一直爱恋着漂亮温柔的苏韵瑾,并从不放弃的展开追求, 最终在城镇不断的亲信和攻势下,两人成为情侣,那么这个不断的亲信和攻势要怎么演出来呢?回答就是,菩萨知道我现在的难过吗? 哦,反正是不知道,看你难过我却笑掉了面膜,关小彤浪漫天降,电影中关小彤的人设是这样的,菜鸟空姐,虽因其中二性格,出入之场便显情不断, 闹出种种笑话,不小心冒犯商务仓乘客林子大,但傻人有傻福,两人意外相识,结成九肉朋友,并成为其心目中的女神,注意了下面我们来见识一下女神 这样的台词简直是听了蜡耳朵,看了蜡眼睛,编剧你怕是想让陆寒找你打一下,杨颖,国防不自赏,这部戏不说什么了,毕竟baby不是客班出身,不管什么样的人设,恐怕演出来都没有差别,好了,在这里说再多,恐怕他们也不会听你解释的, 黄胜衣演员的诞生之后和春天有个约会,先抛开黄胜衣,其他两位演员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,只是在黄胜衣尴尬的演技之下,有些没法救场,还滑死了,这个女人疯了,不得不说在周静迟的电影里, 那个美的让人一眼难忘的黄胜衣已经一去不复半了,毕竟现在完全不需要去努力提升演技,杨子一出手就是两个亿,输了赔了都无所谓,陈伟听活色生香,这部剧的剧情是很热的,主角的感情都是飘忽不定,仿佛是强行加戏,就为了投强剧情一样,然而,同学的妈妈居然被剧情感动哭了,真是奇怪,难道不是? 不是笑吗?好了,我们来看看这感动人的,不知道演员是在笑还是在哭的演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